张女士 你的儿子可能对你有一些责怪 不是因为你没教育他 而是他认为你没爱他 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有两大功能 第一就是爱的功能 第二就是教育的功能 有很多的父母都不会教育孩子 但是由于他爱孩子 所以他也会让孩子内在会有很多的力量 你儿子今天他更多的不是说 你没有教育他 你没有物质支持他 他说的是你心里没有他 你不爱他 这个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悲伤不值 他作为一个孩子 生下来就应该得到父母的爱 但是他却没有被爱过 就是这个感受 是让他感觉特别的愤怒 所以妈妈刚才说 我没有教育好你 对我没有知识 没有什么什么 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去如何如何 这话没错 是 是应该 而小陈好像也是这么去做了 但是他今天去跟你诉说 什么一壶咸鸡蛋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在说这些事 他在说的是 妈妈的心里没有我 这件事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悲伤 你的心里有你儿子吗 肯定有啊 我天天都想到他的 对 其实你就要告诉他 天天都有想 都想到他的性格这样子以后怎么过 天天都想 你在外打工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他 你肯定想了 因为以前电话打电话也不方便吧 最开始以前的话 还去我们城上那里接电话 还走一公里的路 还叫别人带信啊 传啊 也是好麻烦的 我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压力的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 就因为我爸爸嘛 他一直不怎么管家 那我们十一日岁都开始治理了 自己种菜卖啊 维持生活啊 就这样子的啊 你以为啊 我们还不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打工几年不回去 也就是想到 那我也要挣一点钱 至少在我那里不穷到那里去啊 就是这样子想啊 所以也负累到他们的感受了 哪里有自己的妈妈不孝儿子的 从1989年到今天的2019年 最近这30年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全中国绝对没有一个小孩子是饿死的 曾经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张女士无奈而心痛 这没能打消小陈的愤慨 他指出 再苦再穷都不是母亲抛下她的理由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小陈指出 相比母亲没有陪伴的童年 最令她心痛和受伤的 是另外两件事 一是父亲的离世 我父亲去世的这个事情呢 一直到今天我30岁 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 我的父亲是怎么去世的 什么时候 第二件事是母亲跟叔叔再婚 你还得把他拉到你自己这个坑里面来 这就是自私的第一步 非常非常的自私 张女士声称 她再婚完全是为了儿子 如果我自私的话 我会跟她要把结婚吧 可她亲戚所有的付出 换来的是小陈的全盘否定 你说你能交了我啥 我辛苦了这半辈子的钱 全部发她身上 我不认为给钱就是不自私 调解现场 小陈誓死要跟母亲撇清关系 因为我现在我也是单身 我也是一个人 我不需要这个家庭 我希望的是各个个的 大家互不干扰 她甚至扬言 她要花钱买自由 我现在的态度也就是说 这个钱我一定要还 我花钱买自由 面对妹妹的动情呼唤 我就希望她跟我们一家人 可能关系很缓和一点 能够清静一点 继父的扼腕叹息 现在也已经晚了吧 母亲的哽咽道歉 也跟我日子女儿说声对不起 小陈为何依然无法割舍 曾经的那些过往 我觉得有的事情 发生了就发生了 没有办法改变 在调解员百雁一看来 嚣张苦苦追寻的 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会认为 我要的是比命还重要 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 明晚十点调解继续 感谢观看